再接再例 現在再講第二條 第二個問題 就是有一個聽眾問我 如果有蛋白尿的話 是不是不可以生酮飲食呢 簡單來說 他的腎功能可能比較弱 所以就問可不可以做生酮飲食呢 他之前給我的反應 他就說原來是挺好的 其實我吃了之後 我先將他的問題導給大家聽 他說生酮了三個月就瘦了四十磅 但蛋白尿好像多了 問是不是不應該生酮飲食呢 我就問他 其實是不是每天吃到七至十杯的深綠色蔬菜呢 他就說食菜沒那麼多 可能大半碗的椰菜花 菠菜或者生菜 全日可能只有三碗而已 好了 我就說腎有問題 是不是不可以生酮飲食呢 因為很多資料都沒有講到這方面 只是說腎功能不好不建議 不知道是怎樣呢 好了 我呢 當然第一句就是 你應該要去看醫生 你的醫生就是幫你去 deal with 腎功能的問題 但另一方面就是 我將我自己的想法 分享給大家 其實如果你是要做生酮飲食 which在我剛才那條片裡已經說了 人類久遠以來 人類在地球出現至今 其實從來都是處於一個生酮狀態 是直到什麼時候呢 直到工業革命 發生了之後 然後糧食普及化 現在你每次都可以走進去超市 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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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隨時拿到食物 所以 這是第一次在歷史上 我們在食物裡 從來我們都不是 從來我們都是有一個 的食物 所以你身體才會有兩個機制 就是我一日用糖 我一日用脂肪 糖是短的 因為其實這個用糖的機制 是當你在沒有脂肪的情況之下 才開始 但現在反過來就是 為什麼你會一直都只用糖 而不用脂肪 你的脂肪越累積越多 那你就會生病 因為脂肪細胞裡面 裡面是有 膽固醇 還有三川金油脂的 所以你想想 你身體越全越多 你越來越肥 就代表你的三川金油脂 越來越多 而且你的膽固醇 同時也越來越多 So this is really very unhealthy 人是不應該 肥到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就是說 其實人類從此至終 自古以來 都是在一個生酮狀態 生酮其實有很多的好處 我是未 mention 到的 例如它是會 correct 你身體裡面一些過高的 不正常的荷爾蒙水平 例如你的胰島素太高 就是我們所謂的 insulin resistance OK 這個就是pre-diabetic 就是糖尿前期的症狀 也說我們會 correct 例如你身體裡面還有其他 例如一些 腦肺細胞 這些細胞其實它沒有用 它有點肥肥的 而且它都沒有 function 即是不太好 work 當你進入Ketosis的時候 因為你的身體要 preserve energy 它就會說 你不行 我先搞定你 它搞定你就是什麼呢 就是cannibalism 就是健康的細胞 吃了不好的壞死細胞 吸收了它的amino acid 即它的氨基酸 即它的蛋白質 簡單來說 我記得吞了它 那就是一個 好像白血球大清洗的過程 就是洗太平地 這個叫做autophagy 我找一集說cancer 即是今個星期日 我會說的 就是其實Ketosis 即是你進入了生酮狀態之後 一個最大的得著 就是這個大清洗 洗了不好的細胞 打倒了不好的細胞 讓你的身體重新回復健康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病人 是會沒有胃口 因為你的身體是決定 我不要浪費那些 energy 下去繼續去玩消化了 你要記住人類自古以來 並不是一天吃三餐 都是工業革命之後才發生 而這些食物的普及化 穀物的普及化 亦都是工業革命之後才發生 人類一直以來 都是用脂肪作為我們的原料 打獵 你打什麼 打菜回來 打粟米回來 不是的 我們打是打動物的 我們魚毛飲血 吸收的是什麼 蛋白質和脂肪 如果你想想想想 會有很多理由 為什麼呢 因為你必須脂肪酸 必須胺基酸 但你沒有必須什麼 必須碳水化合物 是沒有的 因為你身體的building block 是靠脂肪和蛋白質的 所以簡單來說 其實碳水化合物 是完全沒有必要 完全完全沒有必要 OK 那位聽眾問的問題 就是我腎不好 那我怎樣養呢 那我就跟他說 其實你要留意這件事 你生酮的時候 就是你會令到你的身體排出什麼 排出電解質 電解質有四樣東西 OK 我們經常都說的 有這個 sodium 是吧 然後有 calcium potassium potassium magnesium 這四種礦物質就是所謂的電解質 OK 那現在呢 為什麼腎容易結石呢 就是你排出的時候 那個 calcium 它就跟另外一樣東西 結合了 就成為了石頭 這樣 那這個就叫做什麼呢 這樣就去 form 這個 stones OK 它就是會 bind 這個叫 oxa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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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什麼裡面會有呢 它是會在 spinach 菠菜 和criciferous 十字花科裡面有 oxalates OK 那它結了 所以為什麼呢 你會聽到說 譬如有腎石或者膽石的人 不要吃豆腐 不要吃菠菜 原因就是在這裡 因為其實 豆腐裡面 石灰裡面就有鈣 OK 鈣加這個oxalates 它就會 form了 OK 成為石頭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按一個 Keto diet的話 你要留意就是什麼 你不要 你也不需要 透過 吃鈣片 OK 你要記住 我接下來我會講的 但是呢 就是無論怎樣也好 我們不想 也不需要 靠 chemical 去補充我們的身體所需 又是那句了 Hippocritus 就是醫學之父 就一早說了 Let food be thy medicine 讓食物成為你的醫藥 OK 所以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大自然已經為我們提供了 我再強調 我不是醫生 我只不過是Health Coach OK 我正在讀 我跟大家分享資訊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獲益量多 所以就說 希望你們要明白 我吃的軟臟維他命C 是不同我吃一個檸檬的 OK 是不同的 我問一集會說 到底軟臟維他命C 和維他命C 和維他命C 從檸檬的分別 那個chemical compound 都不同的 其實 OK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是按 Ketogenic diet OK 我們要你吃的就是 Natural foods 就是後面你看到這些 OK Natural foods 包括椰子油 我們不會用任何的chemical 我們不需要 我們需要天然的食物 OK 你不要告訴我 我吃西蘭花不好 你西蘭花不好 因為你怕你的腎石 我解釋給你看你怎樣做 OK 第一 停了不好 吃這些什麼鈣片 不需要 也不要喝奶 為什麼呢 其實深綠色的蔬菜裡面 還有杏仁裡面 還有沙甸魚 還有奇亞子 是非常之高鈣 非常之高鈣 奇亞子的鈣 是比牛奶高 四倍還是不知多少倍 很多倍的 我找一集專門說奇亞子的時候 我會特別重點去說 OK 但是你透過Natural form of calcium 就是天然食物裡面的鈣質 就不會產生你們 就是剛才所說的 那麼容易會結石的情況 因為譬如 就說這個Natural food calcium 是會和這些食物裡面的oxalates 是會bind 然後透過你的尿液排出體外 它就不會黏著 然後就三十隻 OK 第二樣東西就是 你需要提高 你飲食裡面的酸性 酸度 例如檸檬 你把檸檬 你一天起碼要一隻 起碼 OK 就是撕開它之後 就榨汁 OK 就拌出醬汁 那些皮其實你不要浪費 因為那些皮 你只是要黃色的部分 不要要白色 因為白色是會苦的 那些皮 現在都有打臘的 所以我們可能就要用粗鹽 擦擦它 不要 它的臘腺 我們連著皮 因為皮裡面其實有很多 有益的成分 其實在皮裡面 裡面的肉的汁 主要是維他命C 接著就加進水裡 你可以加少許的Stevia 去令你的甜點好味一點 而另外一個你需要喝的 OK 還有所有 不是只有腎有事的人 所有 都應該透過檸檬 去吸收維他命C OK 一天 越多杯越好 還有就是 Apple Cider Vinegar OK 就是有機天然的蘋果醋 是的 每一瓶裡面 譬如你 我舉例 也是買廣告的時候 不是故意的 譬如一瓶這樣 你可以擠半個檸檬 如果你不怕酸 怕酸就擠少一點 OK 加少許檸檬醋 檸檬 不是蘋果醋 Sorry 加少許Stevia 然後奧運他就喝 你裡面 這個會平衡你的酸鹹度 而且也會幫你身體 分解這些蜜石蜜石 OK 到最後 就是 你的身體會需要 一個叫做Citrate OK Citrate usually comes in a form of 什麼呢 就是這個 Potassium Citrate 對了 那麼 其實檸檬裡面也有的 OK 你可以買 就是這個叫做 Potassium Citrate OK 我上次上一集 星期的節目 都有展示給大家看的 為什麼呢 就說 就是 Kilo diet 要特別留意這件事 因為你會排出 多餘的 這個 鈣 Potassium Magnesium 和 Sodium OK 所以 為什麼 Kilo diet 的人 是可以吃 鹹很多 這樣 用很多鹽 但是要天然的鹽 這是法國的海鹽 我不是買牌子 I'm just telling you 你要用天然的鹽 Remember Kilo diet is about eating real whole food 天然的全食物 而不是那些分子料理 你不知道放了什麼 在裡面 如果你有doubt 你不知道他放了什麼 不要吃 OK 為自己健康著想 我經常都說一句 你吃的東西 必須要是你太麻 都會知道是什麼 OK 我接下來的 下一集 幾分鐘之後 就會解釋 為什麼有些人 吃了 生酮之後 覺得很累 Stay tuned Thank you